家人们吃饭了 麻辣煤豆腐下饭 麻辣鲜香 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煤豆腐一单给你们一回四米 这种瓶装的收到货不开盖 放保鲜色冷藏15天再吃 吃完瓶盖一定要留紧 瓷坛的边缘有辣用尖锐的东西 把那个白色辣给它搓掉搓不掉 再放点开水烫一下 清理干净哈 这个泪盖不要去打开 毯子周边加上我们吃的植物油 去给它常温阴凉处密封15天再吃 油的话直到吃完循环加上不能让它干 这个筷子也要用干净无油 干净无油无水的去夹啊 因为别人都说为什么发啊不能放在你那里放个15天再发过来吗 发软一点以前就是发太软 快递颠簸不成型 就是一大坨服服一样的 它那样子的话好多人不喜欢 所以说没有办法啊 梅豆腐这个东西就是放的越软越细腻越好吃 它里面的唇香味才更处 是关键的 如果心里不喜欢和 alcohol 有酒吃的 不会再吃的 有酒吃的 不舒服 不舒服 好 我们好 那欢迎我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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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梅豆腐特辣中麻 有点辣 吃不了辣不要拍 这个梅豆腐特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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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梅豆腐特辣 就是 我先吃了幾乎 比起 你吃了幾乎 用一口 吃了幾乎 吃了一口 就是小蛋 吃了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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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